上海特色餐厅大松罗 是什么美味竟然让人如此垂涎 要到大海就是必来了 又是什么美食让陈亮大开眼界 快点 哈哈的味道 一罐啤酒都可以放在红烧肉里面 是要味道非常鲜维 区密上海特色美食 品尝记忆里的那些老上海味道 走迟到黑宝宁三晚 大家好我是陈安 欢迎收看松下电器陶醉上海 如果用海纳百川有容奶大来形容这座城市 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自从上海开布之后 各种各样的文化都涌进了这座城市 你很难用一种单纯的文化来形容它 当然海派文化除外 那今天说到上海特色 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很厉害的角色 他是上海年轻滑稽演员当中最帅的一个 欢迎陈亮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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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亮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主要演员 海派滑稽新星 同时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堪称本帮菜推荐专家 哎呀 你都没有说过沈老师呀 其实我一定滑稽了 我是80后 我可能是90后 我可能是90后 我是80后啊 我可能是90后 我可能是80后 我是80后的 我可能是80后 你可能是50后 但是今天我们要PK一下 对于上海的理解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认为上海的特色就是海派文化 就是海纳百川 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里面叫海派文化 你觉得 其实呢 我们刚才呢 为什么呢 早在南宿的时候呢 就设立了有上海镇 而到女儿人家呢 又叫上海长黑鱼 长黑蟹 哥 总的不像就另一个刚才 所以刚才我得上海了家呀 刚才都得上海了家 我是定了家的 明以时为天 就是刚才 就会教个本子好看 今天我们就要对于上海特色餐厅 来做一个PK 我相信啊 回去了 上海开步之初 浓油赤匠 醇厚肥美的本邦菜肴 是贫苦人家下饭的恩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十里洋场的上海滩 各路菜肴 跟随八方移民 汇聚于此 形成独具风格的海派菜 一个地方食物的前世今生 就是一块承载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活化石 从本邦菜到海派菜 用饕贴的美味 全是一段属于上海的味道 今日榜单 最具上海特色的十大餐厅 为了烧这道菜 我已经比得了个富养子 富一杠 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 怎么样 都把我等了 看到成岚这副打扮 大家可千万不要吃惊 他今天要给我们做的是 他最拿手的上海正宗红烧肉 看这架势还真是替他捏把汗呢 摄像大哥麻烦你让一下 我要拿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啤酒 一罐啤酒都可以放在红烧肉里面烧味道 会非常纤维 嘿 还真不愧是陶醉上海的当家主持人 做红烧肉还真有一手 用啤酒取代了水 这样烧出来的肉中 才会带有一股酒香 真是太聪明了 这样应该就烧好了 超香的 我相信看到这么一锅肉 陈亮同志已经烟 细细不甘拜下风了 那接下来看完陈兰做的红烧肉之后 要带大家继续去逛一家非常不错的小店 空间拥挤 浓油赤酱 以及令人过目不忘的老板娘 最具上海十大特色餐厅 第十名 茂龙餐厅 近闲路上的本邦菜馆不少 茂龙餐厅便是其中的一家 它与春餐厅 蓝芯 一家人 金海滋 被人们并称为近闲路上的五小金花 顾名思义 都是以小文明的上海本邦餐厅 越简陋越有人缘 老板娘一个人寄上菜又接待 顺便还做做广照 这家人的年龙餐厅 是能做到热烈来的 当我给它散开 这家人的年龙餐厅 这家人的自由 饮饿了 这家人的年龙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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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已经吃了十几年 对吧 但我们朋友们说了 不要到这里来吃 因为这里太急了 对吧 然后后来呢 还是比一个年龙餐厅 比这样的诱惑 这里的菜肴端上来 多是龙油赤酱的模样 味道很家常 也印证着上海菜 起源于普通百姓家 要吃就来这里吃 这里本来就是 阿姨家的可堂间 装修风格完全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上海家庭 帽龙餐厅色色指数两星 美味指数两星 环境指数两星 综合指数两星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老上海忽然在电影中复活了 一个让人们 无限遐想的旧上海 穿过荧幕 向我们走来 人们都说老年人觉得上海很怀旧 年轻人觉得上海很时尚 外国人觉得上海很中国 而中国人觉得上海很洋气 上海虽然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 但也保留了很多属于老上海自己的味道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陈亮 又发现了什么 不一样的老上海味道 成年把我直播了 刚才能了解上海 那能了解上海 那能了解上海的车 刚刚不听 快去吧 外面上海都要掉头了 哎 无论的就是老车 手辆 什麽就是老车 蹦包子 走 这里是上海滩最导一批的景观餐厅 看着霓虹闪烁的南京路 吃着醇香地道的上海菜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 最具上海十大特色餐厅 第九名七重天老上海餐厅 位于南京东路浙江中路路口 七重天宾馆七楼的老上海餐厅 是一家名副其实的老牌本帮菜饭店 这里的上海菜分为时尚 经典怀旧三个系列 不仅给人温馨舒适的感觉 同时又能体验独特的文化情趣 我觉得温馨环境也很好 然后这种菜品呢 我都很喜欢吃 尤其会觉得哪道菜 每次来都会逼遍 应该是这道菜吧 因为这是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 我觉得这里吃饭的环境蛮温馨的 然后呢比较方便 罗小的理不选择 环境好 菜好 服务好 对吧 特别像我的家里的火锅地带好 我们的日本人来说 这个地盘餐厅的名字 叫老上海餐厅了 这个 才有我们猪猪猪 所以好不好 我们在肯定的跟谁吃饭 主要是地盘好 然后的名字好 所以我们喜欢 精彩的吃饭 二十多年来 这里靠窗口的位置 总是最抢手的 看着霓虹闪烁的南京路 吃着纯香地道的上海菜 要的就是这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 七重天老上海餐厅 南京路上老字号景观餐厅 七重天老上海餐厅 特色指数两星半 美味指数两星半 环境指数两星半 综合指数两星半 虽然说 你跟我对于上海特色的总结 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但是陈老师 您以实际行动证明了 您对我的投降 是不是 因为你找的是七重天嘛 找来找去不就还是 三十年代十里扬长的特点吗 龙子要告诉我 你找来找去 要找一个中西合璧的 中西结合的 最后呢 找了一个弄堂的餐厅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弄堂餐厅 它虽然是以前的本帮菜 但是却是结合了 实际上年轻人最喜欢的东西 它是改良过的 照你这样说是 我更要说七重天了 七重天虽然是三十年代 十里扬长的一个代表 但是他上来的菜 全是清朝传下来的 谁知道的老板 这个菜 叫老板 老板 知道吧 无所的 超得去的是老板 有包括是老板 我们还说个大巴 是老板 这个不是老板 这个是老板 这个是老米的 弄得好快了 上海吃一个大丁 浓油吃酱 这个没有问题 还有还有八个字 叫粗细相宜 浓淡相间 这怎么说 这怎么说 超得去之老是 有包回这个米道送了 对啊 对吧 还没出 但是呢 口色是做不到 之老是老轻的 哎 像胡理晋脚过来的 对吧 跟老师整个忘得 忘得写过来的 怎么样老师 我都刚才没得到你 我送了 都忘得了 由理总变天下 好 那我们去看一下 你都有些什么理 哦 这里经常是宾客满堂 名气大了很多年 最具上海十大特色餐厅 第八名保罗酒店 保罗酒家自1991年开业至今 已经19年了 店铺在装修风格上 也极大的保留和修复 老洋房当时的原貌 每天时刻都满满当当 只是有时候 老外比中国人多 半夜比晚上人多 这里的本帮菜 做的也相当地道 红烧回鱼 油条海鲜卷 青豆泥等不必多说 只有吃过才知道好在哪里 保罗牛扒是店里的 镇店老菜 鲜嫩多汁 即使不蘸酱料 也很美味 人气这么红火的老牌酒家 你知道它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吗 大概是老板的名字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老板有自己的名字来 启发出来 想到这个名字 保罗大概是一个 有辈子最后是 老板的 两菜也大概是 那么一直 快追了 快追了大概有比保罗没比 保罗 有可能是有一个名字 他的名字叫保罗 开的 这个房子是像一样房一样的 可能是我国外以前有人登过 住过外国人 可能以他的名字 不是最早的这个人 以前可能是 以前这个人开的 是一个地方名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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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这样 他从那个 国外起来的 保罗主家的名字有来 那可有一段故事 他主要是 有一个我老板的朋友 跟他起了一个名字 那么保罗 是他在国外的时候 有一个神 他这个神呢 就是说 对我们来 那个理解的意义呢 他是普度众生 帮助大家 那么理解 说到我们那个 中国话或者上海话 他的理解意思呢 是包罗万象 所以说起了这一个 电 包罗万象 我猜对了吗 保罗酒家 名声在外的 老牌酒家 保罗酒店 特色指数三星 美味指数三星 环境指数三星 综合指数三星 八仙桌 文旦意 给人感觉 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最具上海 十大特色餐厅 第七名 老灶店 这是一家装修 极具老上海特色的饭店 家具摆设 统统都是 老上海人家里的东西 所有的细节 似乎都重现了 那个年代 最最平常的生活 让怀旧 显得那样平易近人 触手可及 如果你也喜欢上海 不妨来到这老房子里 感受曾经的那个年代 或是带着家中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这里 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老灶店 无处不怀旧 老灶店 色色指数四星 美味指数三星 环境指数两星半 综合指数三星 老师 这个下了血本了吗 一口气跑了三家店 你也不容易 显然向我示威了 不是示威啊 我告诉你 还有很多店 我还没有去 还有很多我们名人开的店 那P字港呢 大家非常熟悉的 阿清 阿清 我去过的 阿达咖啡馆 你都是说的你这个圈子的人嘛 都是我们明星啊 这也是 都是名人啊 还有一个名人 上海最有特色的一个女名人 叫张爱玲 对 对吧 当年她住在长德公寓当中 那么在那一块 我们找到了一个 跟张爱玲最息息相关的咖啡店 一起去看一下 六十年前 在上海的静安寺边上 有一条路 叫郝德路 在郝德路上 有一栋公寓 叫爱丁堡公寓 六十年前 在我所在的这条街道上 有一个传奇的女人 经常这样来来回回地 走着等着电车 她的名字 叫张爱玲 就在这栋公寓当中 发生了一段旷石骑链 张爱玲和湖南城 当时的张爱玲 会这样漫步地悠闲 在公寓门口 拿着那些印刷过的纸头 然后去前面的咖啡厅 喝一杯咖啡 今天让我们也走 她曾经走过的路 一起在这里悠闲地逛一下 这是位于张爱玲故居 常德公寓楼下的一家 幽静的小店 千彩书房 将书吧和咖啡馆 优雅地融为一体 怀旧的环境 透出浓浓书香 又像是女子的闺房 复古的留生机 流转着一个曾经生活在这里的 传奇女子 美丽的故事 书房中最显眼的 当然是张爱玲全集 同时还包括许多 与老上海相关的书籍 许多张迷 都是冲着这一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来到这里 安静地与张爱玲 慢慢贴近 在这里 也许食物只是点缀 而张爱玲 才是真正的主角 秉承选用 上乘选材 出品精良本方菜品的原则 每一口都让你吃得出精致感 最具上海十大特色餐厅 第六名 制真会 制真会是连续多年 被评为上海最佳餐厅的 制真酒家的分店 接近素雅中 能让食客感受到小资情调 这里的每一道菜 都是众口评价的经典上海菜 不仅做得很精致 口味也很出色 招牌菜江南红烧肉 售价128元 究竟贵在哪里呢 招牌两头楼上的价格 我目前是128元 应该是目前我们业内 比较公认的价格 偏高的 比较高的 因为这个两头猪 这个名种猪 我们在饲养上面呢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就是只给它吃 无公害粮食 不同于其他猪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口感 是肥而不腻的 肉质 尤其是应该说肥肉的地方 是越嚼越香 它有一种特别的 一种猪肉的香味 非常浓郁 制真会 特色指数三星半 美味指数四星 环境指数三星半 综合指数三星半 我还没有 真的没有想到 它每一杯咖啡 得的名字 都是根据它的小说名字 来命名的 对 我很开心在这里看到 您对我心服口服的表情 不是 其实呢 一个名人呢 他的很多书呢 我也看过 也说明了在某一个时代 代表了上海的一个文化 那当然 当时在上海 其实这样的名人特别的多 就因为如此 所以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上海的文化 是非常的繁荣的 你知道上海很多名人的 这当然了 我也知道很多了 他也许不是上海人 但是肯定在上海居住过 在多伦路那一代 比如说鲁迅 这我也有的 我也认识上海的名人的 王鲁钢 是 王老师 对吧 上海人 然后在那一代 其实还有像丁玲 我也有的 毛猛达 毛老师 上海人吧 上海人吧 就是我们单说红口区 就像郭墨入啊 这些也住过 红口区还有一个名人呢 李久松 也是李老师啊 对吧 但是这个 我们说的不是一路的人 你明白吧 不是 我帮我们华记界 做做广告呀 那也是可以 关键我们两个人是说痴呀 怎么说到名人上面去了 对 因为这些都是文化 这些都是文化 不管是 李久松啊 还有毛老师啊 阿清亚 这些都是当今 现在上海人 可能比较喜欢的文化 但是在曾经的时候 他们喜欢的是另外一种文化 但是 今天我们两个PK 还没有结束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首先 我要感谢一下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节目 还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 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酷嘎嘎网站 或者说是新浪微博 来和我们嘎嘎FM 今天我跟陈亮的PK 还没有结束 明天请接着继续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